- 今天变形季,咱们变成了巨猿狱族的小王子,要体验巨猿族的兴衰史。 而据我了解啊,就在昨日,我的叔叔血红巨猿,抢夺了国王的王位,幸好咱们当时跑得快啊,要不就我这小不点,直接会被踩扁的。 而作为巨猿族的小王子,我怎么能忍受这种屈辱,我要长大,我要复仇。 不过,一想到叔叔那巨大的身躯,还是现在的小命要紧啊,复仇的事先放一边,咱们得先在方诺大陆生存下去再说。 嘿嘿,别看现在我很小,但是咱们居然灵活呀,作为灵长类动物,我自然有一双巧手,可以采集茅草,果子等等,来填饱肚子。 而且啊,我终于不像之前,变成恐龙那样爬着玩了,咱们可以堂堂正正的站着闯荡了。 这让我有一种回归人类的感觉啊,哈哈,看,我还可以挥舞我的小拳头,攻击那些给我抢食的东西鸟。 嘿,这片果子都是我的,都是我的。 哦,小时候的巨猿,跳跃能力也是很强的,你们看,我跳,我跳。 我再跳。 哎呀,兴奋过头了,摔死了。 阿呸,我可是身负着血海深仇呢,作为王子,要稳重,要成长,于是我来到这片海滩,要继续咱们的进化之路。 哎,这是,是鱼鸟,哎呀,这群臭鸟,敢咬我。 哦, no,这真是,原路平洋被鸟欺啊。 哼哼,别等我长大啊,长大了,我非揍扁你们。 哎,哎呀呀,别咬了,别咬了,我跑还不行吗? 还追呢,放过我吧,放过我吧。 啊,疼,哎,都追到这儿了,可恶,我跟你们拼了。 哎呀,太小了,还是拼不过呀,看来只能长大了。 哼哼,终于,让我成长到了青年时期了。 这时候咱们啊,退去了小时候的可爱和智隐,还戴着一顶圣诞帽,就像圣诞老人一样,潇洒帅气。 不过呢,你们看我紧握了大手,就知道,勿忘耻辱,夺回尊严。 之前欺负过咱们的家伙,一个都别心跑。 嘿嘿,看到前面的三角龙了吗? 先让你们见识下青年巨猿的厉害,看我,巨猿铁拳。 哎呦,还挺硬,再来一下。 最后一击,嘿嘿,搞定。 还有前面的四鸟龙。 哎呦,别跑,我追。 哇,这时候咱们啊,跑得又快。 跳得又远了,估计啊,没有谁能追上咱们了吧。 让你跑。 OK。 其实咱们刚才的攻击,可不是胡乱攻击的。 这是我们巨猿一族的神秘传统。 打败三鸟龙呢,证明我的力量。 追上四鸟龙,证明我的速度。 而现在,我只要下到这边海域,击杀守卫海域的三只怪物。 就能证明自己的履历。 竟然便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巨猿之王,都会被输入侵占的领地了。 好了,副一块少说,下海。 诶,这不是邓氏鱼吗? 好嘛,这让我梦回海底大力杀了呀。 来吧,在水下试一下战斗力。 看我的连环猩猩拳。 呦,连带了一只巨猿杀,一起打败了。 一下子解决了两只怪物。 看来啊,在海里并没有影响我的实力呀。 那么现在,只差最后一只了,应该在更深处的海域。 走,找到它去。 这是,深海苍龙? 好家伙,没想到最后一个生物是你啊。 不过,为了我的复仇,我要打败你。 哈哈,赢了,太棒了。 而我现在的感觉,比之前更加的强大,更加的有力量了。 果然啊,咱们经历了一期的试炼,我成功成长到了成年。 此时身形高大威猛,力大无穷, 犹如悟空下凡。 这个状态的咱们,肯定能打败我的叔叔的。 走,咱们这就回到巨猿王国,开始复仇之战。 哼,坏叔叔,你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王位。 那咱们就来一场最终的决战吧。 好小子,你居然敢回来。 今天我也不欺负你。 咱们就用巨猿一族的规矩,单条。 嘿,正合武艺啊。 那就让在座的这么多巨猿战士们,来见证这场战斗吧。 冲呀! 哼,红屁股叔叔,你就这么点本事吗? 现在让你看一下我在外面流浪期间的成长吧。 15,巨猿铁拳。 一拳倒下。 啊,为什么会这样啊? 小伙子,你还是太嫩了。 没听说过,姜还是老得辣吗? 哎,万万没想到,最终啊,咱们还是当上了巨猿族的国王。 浪小子,叔叔我并没有抢夺王位。 这么做,就是为了历练你,让你,以及之内,长大成员,好为巨猿一族传宗接代啊。 浪王,浪王,我爱你,我们要给你生猴举。 妈呀,快跑呀,我现在再也不想玩巨猿了。 小伙伴们,那我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 大家还想看浪哥玩什么恐龙,记得评论区告诉我呀。 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